大家好,今天来介绍一下我家小院里连续种了三年 而且还要接着种的爬腾豆子 Rattlesnake Polar Bean 今年我的好多朋友都种了这个豆子 大伙都很喜欢 但是就是有人觉得这个品种的名字有点吓人 其实就是豆角的尾部有个小弯钩 和虾尾蛇的尾部有一点形似 接下来我就按照时间顺序 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三年的播种时间 种的猪树 收获的时间和收获的总量 2021年我是5月20号种到地理的 一开始是10颗豆子 后来长出了9株 第一朵花开是6月29号 最早的收获是在7月14号 也就是花开后的就是半个月的样子 然后一直等到下霜之前吧 10月18号的时候全部收完 总共收获了5000多克 所以平均一下的话 就每一株豆子有一斤多 2022年是分成了两批 每批都是8株 早的那波是5月11号种下去的 晚的一波呢 到了6月24号 所以这个第二次的播种的那一批 相当于收获的就比较有限 总共平均下来就是一株 也就是一斤多的样子 没有太大的改进 但是这个晚播的这一批 明显的是拉了后腿的 今年也就是2023年 我就没有分批种 都是在5月5号的时候种下去了 总共是11株 在6月22号开花 然后到了7月初的时候开始收获 一直收获到前一阵 9月12号的时候 我把它们都拔疼了 因为实在是太挡住 后面的胡萝卜的阳光了 最后算下来 总共收获了17公斤多 也就是每一株有3斤多的产量 比前两年提高了很多 回想一下今年和前两年的差别 就是今年种植的地方 阳光比较充足 最后收掉的时候 其实还有很多的小豆子 这两天天也还好 如果让它们长的话 应该能收获更多 可以了 然后这边的就是还挺小的 如果有地方的话 可以 绝对可以让它在这 所以说这个豆子是非常好种的 就是5月初的时候 双冻期过了之后 你就可以种下去 然后从6月底 7月初就可以开始收获 一直可以收获到双冻来之前 我们这里一般都是10月初 或者中旬的时候 它的条件其实就是说 你给它一个好的阳光的地方 然后给它搭一个比较结实的架子 它就不停地长 然后你就做的事情 就是不停地在豆子